嗨,兄弟们,今天又是来唠嗑的一天 我今天出了门,化了个泉妆,今天来卸个妆 今天主要是唠唠我的金钱罐 我今天分享一个好消息吧 我昨天还看了一眼这个存款 我不太敢说具体的,但是我确实有点吓了一跳 为啥不敢说具体的呢,主要是我还把人家找我借钱 我就分了我一例啊,是不是因为我卖关子卖的 而且我今年车贷也还清了,房贷也是,没有任何欠账之类的 就是有车有房的24岁女的一枚 大家看我分享很多包呀,衣服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肚子那么贵 价钱是大家普遍的消费得起的 大家对我们这种收入的群体,你们有没有概念 实话讲,就真的算是高收入人群 拍一天就直接能买下巴里谁要两方鞋了 谁不喜欢香奈儿,夫妻,迪奥,普拉大尔 我也喜欢,但我会有一些反省的精神 我会觉得,我是每天都能赚这几万块钱吗 我能维持这个收入吗 我们结的是那种劳务费,是那种单笔的 就是你今天有工作,每天不一定有工作 而且有没有工作,不只是取决于你自己 还取决于市场运气流行趋势 不瞒大家说,我也经历过那种刚赚大钱的那个阶段 有点爆发户的那种心态 当时拥有了所谓当季的包 服饰鞋子的时候 我发现我并没有很开心 又变成我喜欢的我欣赏我向往的一些人 我还是那个怂样啊 只是穿成了有钱人的样子 想忽然的生病啊,忽然的大事情要用到钱 我就发现我的口袋就是空空的 就是有那种无力感 所以我决定要好好存钱 给自己一笔抵抗风险的小金库 回来聊我的背景嘛 就好像刚才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我就根本不是什么富二泰啊 我妈是一个人把我养大的 我从16岁开始就已经兼职打工了 我所经历的事情 给我带来了一些很多危机感 让我觉得要攒钱 才能随时准备体育分险 更别提啊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 他们拿着自己的死工资 还要再去刷信用卡 或者是那种其他的图景 去满足自己的物欲之类的 90后你们知道 人均的负资产是多少钱 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数值是蛮吓人的 大多数人的模式 都是打工 消费 完贷 打工 一个闭环 你看看这个闭环的投合肥是什么 你明白了它的一个底层逻辑以后 就会对这个事物有更新的认识 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 你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要 自己做自己思想上的主人 改变自己的购物欲吧 心态吧 在买东西的时候 问问自己真的需要吗 为什么我不会给别人借钱啊 我要说一下 是因为我觉得 我对一个人的信任感产生 马上就很难了 再加上如果他没有给我在经济上 有过什么付出 同等的我也不可能 会给他借钱 借钱的关系是有个金字塔的 就是他会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 慢慢的到了好朋友 闺蜜 然后到了同学 他问到你 这种很不熟的人借钱了 说明他金字塔上的这一部分 他早就已经混变了 你还不借给他 已经失去信任感了 这个时候你凭什么要给他这个信任感 凭什么要相信他呢 对不对 说到怎么攒钱 我的攒钱的方式呢 就是不买这种几千块钱啊 很贵的东西 不相机我就会直接买一个二手的相机 像数码产品 我都建议买二手的 因为它就是免值很快 它基本上不是哪个明星诱果 用到断货 绝版的那种东西 它都是不大可能涨价的 平常日常的生活中 会买一些餐巾纸啊 衛生巾啊 衣服品啊 就那种大团货 等一个什么就有1818这种大错 我就能省则省 一下子就平时省下来很多钱 各种看 这个网上的公元 怎么省钱 怎么样子的领消费券 我都会研究得很厚 很彻底 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点贵的 有点不太舍得买的东西 很担心自己买完了以后 用的品位很低 我就会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恢复恢复理智 放在购物车 把它放个几个月 我真的就是反复看到 我还是很喜欢 还是很想要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可能是买的时间 吃饭这块 我发现年贴人 其实真的还蛮喜欢吃外卖 然后还有就出去吃饭了 像我跟我的对象 我们俩就是在家里做饭了 我真的可着急省钱 比点外卖 真的省钱太多了 因为我们有试验过 就刚刚搬来杭州的第一个月 我们叫了一个月的外卖 叫下来差不多 花了快一万多块钱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我们就开始做饭 就持续做饭 就会发现一个月的开支 可以省好几钱 就是还能吃得很好 还有就是像这种 记账的APP 就是把你的每一笔消费 你都可以记下来 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 都特别明显 就直接特别好判断了 比如说你这个月 你就发现你的饮料含量 是不是有点多了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饮食习惯 喝饮料 喝奶茶的习惯 稍微改一改 那祝大家都能攒出大钱 有机会咱们再老 我要去睡了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